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今天有一件事想說一下 就是李在明 南韓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的黨夫 他被人控告獨職和貪污 接受第二部必要性審查 首爾中央地方法院 在凌晨公佈了這個審查結果 決定駁回檢方對李在明 逮捕令的請求 法官說綜合考慮被告辯護權的需要程度 以及對可能毀滅證據的擔憂程度 很難看得出有逮捕李在明的理由和必要性 李在明在離開法院拘留所的時候 感謝司法部門堅定維護憲法秩序 以及作出名字的判決 證明法院是人權的最後堡壘 這就是在韓國憲政史裡 第一次有主要在野黨魁出庭接受 逮捕必要性審查 現在有報導說 李在明 他避過了被逮捕的危機 有可能幫他在明年四月的大選前 鞏固了他在黨內的地位 他不批評他被捕 不批評他逮捕李在明 當然 他其實已經試過很多次了 其實韓國媒體也有說 他是涉嫌在地產貪腐案裡面 他是三百多次扣押審查的 其實是 現在警方說他有可能逃跑 但是 法院為什麼會駁回他的拘捕令呢? 就是因為 這個李在明 他經常有接受檢方要求 出席調查和審判 他不可能逃走 現在這個法院的說法就是 他不可能逃走 那麼你為什麼要逮捕他呢? 那麼李在明 他在之後大選 他有沒有辦法統領他們的在野黨 這個李在明 在韓國有很多人不喜歡他 我要說實情而已 這個人現在主張的事情 某程度上是不合時宜的 為什麼說 他主張的事情是不合時宜 他主張和朝鮮好一點 和平一點 之後可以統一 那些 現在其實韓國這件事情 老實實是不合時宜的 那麼他又發了聲明 這個李在明 他走出了首爾看守所之後 他就說 首先要感謝在這麼晚的時間裡 陪伴我們的很多人 還有很多沒有睡覺 看這個場面的國民 政治就不是政治家們的責任 也是國民應該積極參與的事務 那麼雖然後日就是 秋席了 他們的中秋節 應該是快樂的時刻 但是 我們的國民生活 經濟民生問題 確實非常困難 希望政府 執政黨和整個政治圈 都能夠成為 給國民帶來希望 對國家未來有幫助的存在 那麼這個李在明呢 他做過什麼呢 其實8月31日開始 他已經是無限期絕食了 那麼他就抗議這個韻石穴的施政 那麼去到9月18日 即是李在明他絕食第19日的時候 他一度就昏迷 送了去醫院救救 那麼那一天 韓國的檢方涉嫌獨職的罪名 就申請拘捕李在明 這件事當然是 迅速發酵 其實 朝野關係對立就加劇得很厲害 尹錫穴政府的強硬態度 就引起了民眾和在野黨的強烈不滿 那麼有幾個在野黨的議員 就去了總統府 抗議檢方不正當的調查 那麼還呼籲內閣集體辭職 那麼有韓國媒體之前就說 就說這個韓國政治走向驚濤蟹浪 那麼9月23日的時候 那麼李在明就 中斷了為期24日的絕食 那麼就接受這個康復治療 這個人是真的絕食的 看他的樣子 因為他昨天上電視的樣子 也是拿著拐掌的 李在明 為什麼要講韓國 那麼我也有些事情一定要講一下 韓國現在是有一個重要的地位 現在是 尤其是 尤其是 他在美日韓聯盟 那裡 大家知道的 所以韓先生就堅決去 韓先生就堅決去 舔日本 他的立場 對於 反對黨的人 的意見 他現在是完全 一點都不會理會的 現在是 那麼 那麼 尹錫月 他批了 說可以拘捕 這個 李在明 他是同意了拘捕的 其實尹錫月 他是出來的 其實 這是很離譜的事情 其實去年3月的時候 李在明和尹錫月 他是爭選總統的 但是 尹錫月 和李在明的得票率 相差只有百分之一 輸選之後 李在明 就已經有很多貪腐官司前身 又說他 涉貪腐獨職受賄 什麼都齊 還有就是 對朝鮮匯款的那件事 這件事也是搞到一旁的 搞他 還有就是 李在明 足球俱樂部贊助案 地產舞弊案 全部一起來的 以及 涉案的人 是突然死了 這件事 還有就是 李在明在做城南市市長的時候 向民間開發商透露城南市政府和城南都市開發公社的內部機密 這個是指控他 令開發商獲得巨額利益 說他違反反貪腐法 還有就是 說李在明 通過親信 向民營企業 透露城南市和開發公社的內部機密 令他賺了多少錢呢 就是7886億韓萬 這個巨額利益 韓國有媒體當時分析什麼呢 就是說 李在明有很嚴重的糖尿 他冒險的一件事就是 無限期絕食健康狀況惡化來逃避起訴 其實 韓國那裡 之前的法務部長 這個韓東昏 他就出來說 因為李在明絕食 是不拘捕他的 不應該開這個先例 一個受調查的嫌疑人 他絕食致殘 如果你真的要停止他的調查 那司法系統就會暫停運作 韓東昏就說 過去也有很多有權有勢的人 都是絕食的 住醫院 避過懲罰的案例 但是他們沒有成功的 李在明的共同民主黨 佔了國會多數的議席 執政黨、國民力兩黨 希望拿回國會控制權 民調說兩黨的支持率是不相上下 韓國現在的政治鬥爭是很激烈的 有些民意調查說 共同民主黨的支持率 超過國民力兩黨 究竟之後會怎樣呢? 當然是要再看一看 天下第一天就說 韓國現在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Netflix 他只是看韓劇 韓國是有影響力的國家 你完全覺得 他們朝鮮棒子那些 國內有些很滅視的說法 我就告訴你不要這樣 Raymond Lee 說 每個人都貪金主不同 也有可能 Terry Joe 也是很獨裁的政府 我不敢說 有很多事情 他裡面一定有很多古惑的事情 到時候再留意一下 拖得車說 香港後日也是中秋節 他們叫做秋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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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大假期 那些人是回家一家團聚的 所以那時候坐KTX 沒有人驗飛的 挺搞笑的 那時候有一次我去了韓國 就是坐KTX 抽籍的時候沒有人驗飛的 買了飛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他就這樣 下車子裡 然後他也沒有人理會 就響了一聲就走 車子裡 講到這裡就算了 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啊 就算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